來玩這款在進行豐測的十月鷹飛 名稱開朗的紅燒肉 這名稱還不錯 還可以換人耶 魔鬼喪屍 超級律師 魔鬼喪屍好了 捏捏 武器比較特別啊 你看 他可以拿著狗 我拿鈔票好了 好不好 來迎合我的身份 雙腿 其實有綠色的才能點啊 沒有綠色不能點 交過故事 拿鈔票檔耶 唉唷 打擊 你這個戰鬥音效 戰鬥勝利音效弱掉了 弱掉了 怎麼是這個音效啊 繼續挑戰領主 戰鬥的時候都會配戴對話框喔 這一點還算是可以的 就是顯得比較熱鬧一點 可以開兩倍速 還可以切出戰鬥 還有跳過戰鬥 但是只能十次 一鍵升級 陳貓槍兵 精英貓槍兵 雖然畫面比較不整一樣 但是戰鬥的音效還挺到位的 如果遊戲成功做到了一點 用音效來補足其他的地方 其他地方不行 你就把音效做得好一點 那就還可以接受 然後戰鬥勝利 這聲音不太行 這聲音太老舊了 好幾年前了 激活 炎龍 繼續戰鬥了 喔 炎龍在上面 橙瓶大招 十連契約見 現在可以抽了 這裡吧 十連抽 可以射心願了 須佐之喵 欸 他強迫我這樣射欸 你那個新手教學有問題啊 身而為魔 那就如何 十連抽了 十三級才開啟喔 哇哩咧 那我現在十等了 喔 十等 是 武功 SSR 手除 免費十連抽 三種 自選一種 好啦這邊有抽卡的樣子了 看一下 能抽到什麼角色 這幾位角色 這幾位角色 該不會都已經配好了吧 不知道每一個人 是不是 同一隻角色了 開啟 烈尚時刻 人家都是SR而已啊 得鼓搭 唉唷 打擊 感覺這套是比較好的 對劍 連這個都配好的嘛 你配好的話 還強制我們選擇 那你直接給我就好了啊 讓我在那邊抽 欺騙我感情 到現在對新手教學 這2023年封測的遊戲啊 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完成兩個VIP 任務 來 實抽喔 這個貨真價實喔 完全吃運氣的 第一次應該會抽得到SR以上 有了啦 虛佐之喵影 這個是不是就射好的啊 因為前面 有強迫我射心願啊 結果就出現一個虛佐之喵 劇本都寫好的情況下 遊戲就顯得無趣了許多 這個就變成了一個小敗筆 因為 他沒有隨機感 沒有隨機感你就不會有七彈 OK 好啦 讓我打一場戰鬥啦 趕快讓我打一打啦 我要殺青啦 前往迷宮 主線任務11 到現在還在新手教學啊 這場戰鬥看一看吧 要準備3遊戲了 好啊 有沒有BOSS啊 去挑戰一下領主 來看一下我那兩位角色 戰鬥本身做得不錯啊 這場遊戲 反而特色是在於 他的戰鬥做得還OK 其他的都不整一樣 尤其新手教學是敗敵的 有可能製作的人 他是不是老人了 五六十歲了 節奏才會那麼棒 那本支影片就到這裡吧 大家掰掰